再来关心新竹市长高宏安今天上任满一周年了 全新的施政影片也曝光 由高宏安市长来细数新竹市的种种改变 从老幼共好到加强学童安全的新竹好学 再到整合产学资源 积极推动产业创新 培育人才 各种面向同步升级 要全力将新竹市打造成安居科技城 新竹市长高宏安上任届满一周年 全新影片亮相 一一回顾这一年新竹市的改变点滴 其实帮他们把孩子顾好 或者是帮他们把长辈照顾好 可以减轻他们许多在家庭照顾上的负担 依照全市人口结构打造专属政策 不仅领先全国推出动产补助 生于今天也持续加码 跟广盛热临学习中心 热临学习中心 有非常多的课程可以让长辈们可以去参加 像最近我就参与到一个他们社区在做 我们叫做不老派对 他们可以跳街舞 接下来还会做调酒的课程 高市长勤子下场 陪同长者跳起街舞 全力加强长者关怀网络 而对于学龄孩童也积极强化 学区安全 目前我们也跟清华大学的学者团队 一起来合作 就是说我们透过一些 比如说像Google的API的方式 去了解每一个零步行距离的计算 孩子们上学不再变成是爸妈心中的一种 很负担很担忧的事情 运用科技重新检视学区划分 各广设同学步道 让孩童按心上学 而身为全台科技重镇 人才产业培育也没有少 我们有SBIR的补助 SBIR补助计划 我们今年超过2500万的补助经费 就是协助有超过33家的厂商 去做先期的革新研究 整合产学资源 补助创新研究 也鼓励七年创业 未来市府更加大力辅导企业 达成联合国有序发展目标 从出生到就学 再到产业升级 种种面向都头部改进 就派新主事 能持续朝安居科技资产迈进 记得赞同报道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